大家好,我是Dan 撰写不在乎的唯妙艺术等著名书籍 而文明的美国作家兼百万YouTuber 最近访问了韩国并发布了一个标题为 旅游世界上最优异的国家的影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而作者认为世界上最优异的国家就是 韩国 作者为了追踪这些问题的原因来到韩国 他去网吧玩辛亥争霸 吃了广赞市场的辣丑年狗等候 得出了一个结论 过度竞争 作者表示 这种方法在K-pop体育界和大企业中被复制 并成为发展的动力 但作者也认为 在乳教文化中 没有个人一切都以家庭为中心 为家庭牺牲的越多 就成为越厚的人 如果你不愿意或无法牺牲 就会受到更多的耻误和审判 韩国将武家文化的坏处和资本主义的缺点极大化 是令人最遗憾的部分 所以有解决方法吗 作者最后表示 韩国拥有世界罕见的韩国 使韩国强大的不是惊人的经济增长或大众文化的影响力 如果学习韩国文化 你会发现韩国即使在战争和绝望中也总能找到突破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于缺乏多样性的尊重 存在于他人比较和过分在意他人看法的文化 特别是因为不能落后于流行 因此总是有跟随流行的倾向 外国作家对韩国的精准观察和直言不为令人心痛 令人遗憾的是 他没有说错任何事 更加悲哀的是 实际上很多韩国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这一点也使人感到更加悲伤 在世界上 韩国是唯一一个将经济富裕作为幸福的首要条件的国家 我住在美国 事实上刚来美国时最让我惊讶的是 美国人比韩国人更加重视家庭 并以家庭为中心 虽然已经住了16年 但我对这点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觉得缺乏对个人的尊重是最大的问题 虽然很关心他人 但那是一种不好的关系 如果别人与自己不同或不符合自己的想法 就不会给予尊重 而是忙于贬低他人 说这些话的我也可能是类似的人吧 我因事故从死亡的边缘回来 所以想法有点不一样 我居住的韩国 只要不去迎合他人设定的标准 也不用意识到竞争格局 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就能感到快乐和幸福的国家 说实话 只要下定决心努力工作赚钱 买些好吃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能打扮自己 这些都是心态上的问题 所以想问一下 大家觉得大家居住的国家 很幸福还是很忧郁呢 我觉得自足是最重要的 请订阅我们antes